今天我們再度前往舊城區 沿途風景總令人走走平停 想用相機把旅行的當下記錄下來 途中看到很多人在排隊 仔細一瞧 有2歐的早餐耶 剩沒多久就要營業了 不如也來一份早餐吧 一大杯水果優格也才1.5歐 也太便宜了吧 一杯咖啡一杯柳橙雞 一個可頌一個法棍夾蛋 在台灣也沒看到如此便宜的價格 吃飽後逛逛 這家荷蘭的雜貨連鎖店 在歐洲很多國家都能看到它的主機 大多都是原創設計的商品 非常吸引人 沒想到想著今天的建築 是一家拉蘭 每次看歐洲氣象都不太準 沒想到今天很準 變陰天了 我們要去登頂囉 這裡也有付費廁所 準備開始登頂 副魯日的中樓高約83公尺 要到達頂端必須通過366層旋轉樓梯的試煉 登頂的階梯窄窄的空間只夠一個人上去或下去 如果遇到對面有人要路過 只能輪流上下樓 這中樓 有太多解體了吧 走到太亂了 如果累了 這裡還有椅子可以坐著休息 中途有幾城市展示空間 可以讓旅客喘口氣和看看展覽 中途從中樓看出去的景色原來是這樣啊 人們變得小小的 穿梭在市集廣場中 我們繼續往上爬 終於來到中樓頂部 美妙的鐘聲來自於此 站在中樓的最高處俯瞰布魯日的市景 鏡頭穿過鐵絲網 看到遠處尖尖的是聖母教堂 將四周景色一覽無遺 一棟棟磚紅色的房子變得好小巧可愛 雖然今天是雲天 也很值得花12歐登頂欣賞布魯日的美景 這座中四季就存在的城市 值得我們細細品味 在塔頂停留了一段時間 帶著依依不捨的心往回走 登頂的遊客變多了 等待下樓的時間也變長了 塗裝我的手不時摸著 擁有數百多年歷史的紅磚 看著這些古老的痕跡 每個磚上都刻畫著漫長的歷史 彷彿我們坐著時光機 穿越到數百年前 穿越拱門回到四集廣場 廣場 廣場前停了許多馬車 你可以選擇搭乘馬車 穿梭在古老的街道間 只是坐一趟不便宜 也可以跟我們一樣用雙腳 漫步在這美麗的中世紀古城 這裡有很多餐廳和咖啡館 肚子餓了或累了想休息都可以找到不錯的選擇 離開四集廣場 隨興的往其他街道去探索 感覺逛到一條熱鬧的街 這裡有好多特色商店 都隱身在數百年的歷史建築裡 完全無違和感耶 這台子的巧克力也好吃 最喜歡逛歐洲的居家用品店 每個商品看起來都好奇用喔 還逛到我最愛的彩妝品牌 換算還是英國划算 突然烏雲漸漸散冷 天空時不時透出溫暖的陽光 布魯日的每個角落都有獨特的美 這房子長得好可愛喔 忍不住拍了許多照片 壓根子沒有想到要拍旅遊影片的計畫 所以照片居多沒有拍攝什麼影片 萬萬沒想到兩年後的今天 我們會將乘風已久的旅遊片段分享給大家 好想出國喔 從舊城區走回布魯日火車站 我們準備要去比利時必去的城市之一 更特 更特位於布魯日和布魯塞爾的中間 有兩個火車站 一個是更特舊站 距離景點比較近 約步行20分鐘可以到達舊城區 另一個是更特新站 離景點比較遠 約步行40分鐘才能到達舊城區 我們決定坐到更特舊站 從布魯日坐火車到更特大約36分鐘 一出火車站看到超級多的腳踏車 感覺跟布魯日很不一樣 我們步行前往更特舊城區 路過大運河看到好多人在玩獨木舟喔 原來更特的主要水上活動有獨木舟滑獎和遊船兩種 難怪那麼多人在玩 更特是一座被運河包圍的城鎮 以前的羊毛紡織業就是由這些河流而發展起來 大約步行20分鐘就來到更特舊城區 這裡的景點大多集中在市中心 更特是一座迷人的歷史古城 在13世紀時 更特是僅次於巴黎的歐洲最大最繁榮的城市之一 可惜因為戰爭 經濟受到嚴重打擊而漸漸沒落了 今天矗立在更特市中心的鐘樓和聖尼古拉教堂 就是更特興盛時期的建築遺留 總覺得這裡的建築看起來更古老 餐點吃起來普通但有免費廁所喔 吃飽喝足後我們沿著運河旁走走 這裡沿途的景色真的好美喔 以有千年歷史的古老建築 隨著時空的轉換 堡壘從貴族居住的城堡便神成為法院 也當過監獄 千年歲月裡頭刻畫著許多故事 山路 敬為又想回來 這裡地堂 蝙蝠 每一條呢 這裡地堂 在這附近探索 你會這樣吃 终于理解难怪有人会说 比历史把布鲁塞尔给了欧盟 布鲁日给了观光客 但把根特留给自己 这里轻松自在的氛围 和千百年古老的历史痕迹 令自身其中的旅人们 赞叹不已 当地人骑脚踏车又快又紧 在这还目睹有人摔车 感觉好痛哦 跟芒果妹妹视讯 是来到根特必吃的美食之一 有很多口味 买几个来尝鲜一下 吃起来有点过甜 里头像糖浆一样 走着走着来到圣米歇尔桥 是根特最美的景点之一 拱形石桥横跨历石河 河的两岸分别是古物河岸 和香草河岸 遇到一个人旅行的中东女孩 请我们帮忙拍照 也帮我们拍了合照 很佩服她敢一个人出国旅行 换作是我们 可能还不敢有那个勇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這次去了比利時的三個城市 每座城市都毫不一樣 各有各的特色與魅力 可惜這次停留的時間不夠多 有些地方都沒去到 下次希望我們能再度重游比利時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和開啟小鈴鐺喔